第二十六章,对境实战的注意要点解色的实战,主要是两方面,一,内部随面转,二,外部为境迁。这是一内一外两层功夫,这十个字就是实战的最高总结,做好这两方面就能决胜实战。 内,不能跟着念头跑,跟着念头跑就是在强化念头,最后浴火中烧。外,不能被诱惑的对境所动,诱惑再大,视而不见。 第二十二章,已经讲到了对境实战,这章再仔细讲一下。一非礼物是,管住视线,高手强在实战意识。 我们每天都有可能遭遇诱惑的对境,街上,网络上,都有可能,夏季街上是一大考验,而网络上则不分季节,每天都有考验。 上网时看到诱惑的可能性非常大,色情信息对我们狂轰软炸,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好防备,提高实战意识。 我们已经进入了诱惑铺天盖地的年代了,面对的色情信息比过去的时代猛烈很多,要在这个年代洁身自好,不犯邪淫,需要极高的借色觉悟,修心功夫和实战意识。 网上的诱惑图片非常多,各种擦边新闻也很多,上网时一定要小心,就像进入了一个地雷阵,如果不警惕,究极有可能会阵亡。 我们接受外部信息的主要器官就是眼睛,管住视线就显得格外重要,很多新人界有可能没想过要管理自己的视线,其实视线控制,是高手必备的素质。 圣人对我们的告诫就是非礼物事,不要去看,因为诱惑会让你的心理产生波动,继而容易产生冲动。 古代没有网络,现代网络上的诱惑实在太多了,必须要管住视线,不要去看,这是基本的要点,也是极为重要的要点,是前辈反复强调的要点。 二不要停留,不要看第二眼,第二眼着魔。 上网难免会看到诱惑内容,这时,千万不要停留,所谓第二眼着魔,不要试图去看清,很多人第一眼感觉没看清,然后想仔细看看,一看就有想法了,就现进去了,就开始点击,点击,再点击了。 看到诱惑的第一反应,避开,菩萨见欲,如避火坑,看到诱惑要立刻避开,避色如避剑,一定要强化避自觉,实战时,严格落实避自觉。 对境时看到诱惑也可能起邪念,这时候,也要严格做好断念,断念永远是实战的重点,如果对境时能做到心如止水,那就没事,就怕对境时起邪念。 跟随斜念,那就很可能会出现破戒。菜鸟的表现是沾上去,而高手的反应就是避开。第一时间避开,必须避开,就像避开冲向自己的大卡车。 这种意识一定要强烈。千万不可停留,不可聚焦,不可盯着看,避开是最好的选择。 三保持散事的状态,不要试图看清。遭遇诱惑时,不去看清是一大技巧,看清了就容易陷进去,没看清,心里就不容易拨动。 在面对诱惑时,我们要学会让自己的视线保持在散事的状态,而不是聚焦的状态。 注意力一旦集中到诱惑的图片上,就容易产生邪念。 散事的状态就是视线没有聚焦上去,等于视而不见,虽然看到了,但是视线是散的,不聚焦,有点类似心不在焉的状态。 遭遇诱惑最近,让自己保持散事,那就可以获得对诱惑的免疫力。 录者遭遇诱惑时,他会两眼盯着看,借色高手遭遇诱惑时,瞬间开了散事,不去看清,这样诱惑对我们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,通过这种方法,完全可以做到心如止水。 四不要去分别美丑,一分别就强化了倾向,分别易入魔。 很多人就是喜欢分别,比如年龄、身材、皮肤、穿着等,这样去分别女色是非常危险的,一分别就强化了喜好的倾向,喜欢身材好的,肯定就盯着身材好的看。 然而,身材的标准是不一定的,唐朝以胖为美,有的年代以瘦为美,这是说不定的,这都是分别念在作怪。 一起分别念,那种倾向就得到了强化,当看到这类对劲时,就很容易沾上去。 在这方面分别的越多,就越容易走火入魔,练物皮也是这个原理,脑子里肯定有一大堆分别念,才会极度迷恋,一次次起分别念,就是在不断强化练皮,就像寒冬往冰上浇水,越浇冰越厚。 其实根本没什么值得贪恋的,色不迷人人自迷,你迷在里面,就觉得好啊,喜欢啊,迷恋啊,其实就是一句骷髅,身体里面都是不干净的,那张皮也不干净。 五看住自己的念头,严防起念,一起就断。 面对诱惑的境界时,念头有可能会动,即使当时没动,过后一两天也可能跳出来骚扰你,所以一定要严防起念,严防图像,回忆浮现,要警觉。 念头一起就断。 反应要快。 比微动,火先觉。 戒色就是修心,说到根本处,关键处就是修心,就是修念头。 对治邪念。 我们一定要学会看住自己的念头,对念头实时监控。 严格做好念起极端,当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邪念,一幅图像时,你要马上发现,立刻断除。 就像敌人入侵一样,马上就要警觉和行动。 不能让邪念连续下去,邪念会随着时间壮大。 高手都是第一时间断除邪念,不给邪念壮大的机会。 壮大后就很难办了,会出现煎熬感,会浴火中烧,所以千万不能让邪念起事,断意也会早。 总结,对境实战是戒色的一大重点,也是戒色时归里着重强调的内容。 在这个邪音泛滥的时代,对境的考验实在太多了,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很强的对境实战能力,这样才能顺利过关。 禅宗有句名言,对境不动,有利大人。 对境的考验,也称之为静考,在很多时候,静考是很严峻的,因为诱惑猛烈。 但只要我们有实战意识和修心功夫,就能做到考不倒,不管诱惑多么猛烈,不去看,不去启分别念,再诱惑的对境也考不倒你。 请举何度看?